你那個小壞蛋 壞蛋 壞蛋 那個眼神不得了 唉唷 秦桓你壞掉了你 來 請轉身看看你的成果 請看 請看 好大費喔 好辛苦喔 歡歡可以變性感嗎 大家都說想看 敲碗… 歡迎何婷歡出場 天啊 皮蠟糕 好厲害喔 不好意思耶 皮草 這個一身黑啊 講真心話平常有穿這樣 這個是騎哈雷才有在穿 對啊 很有個性 對 從來沒有過 我甚至連就是去外面買衣服 我跟我老公講說 我想要買一條皮褲 他都會說 你根本就沒有機會穿這樣的衣服 在家可以穿 對 完全沒有 但是女人 有時候就稍微多 比較多面一點的變化 是不是這樣 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其實在進行這次形象改造前 一直有跟製作單位討論說 到底什麼樣的形象比較適合我 那就那時候有討論很多種 像剛剛那種蘿莉塔 她那種風格也有 可是就覺得說我平常就是 對 就是那種日系的 晚宴 日系的 所以妳這樣的一個改變 妳自己也可以喜歡 對 後來我就翻一翻 剛剛好就看到了 一個明星叫伊瓦葛玲 暗黑女王風格 我就想說 也許變成這個樣子 暗黑女王 然後皮衣 皮褲 再… 好 先給 好 先來囉 來囉 你那個小壞蛋 壞蛋 壞蛋 妳是何庭壞 那個眼神不得了 唉唷威啊 天花你壞掉了你 來 請轉身看看妳的成果 請看 請看 哇 請看 蘿莉卡妳身材這麼豹的話 也穿出來了 我身材這麼好 我一定每天要噴霸鐵這樣 對 霸鐵 一定要好的美的虛物 但因為我們是東方人 東方人比較含蓄一點 比較不好意思展現自己 展露自己的優點 老外 對啊 我們到國外去… 去旅遊的時候 在看見他們女生 他們在海邊他們不穿內衣的 對… 他覺得內衣是一種 對女人一種舒服 而且他們很有自信 不管他身材怎樣 他就是這樣子 就OK 我就是這樣穿 他受寸 沒什麼肉 他也出來 對 他想像那樣不信嗎 對… 他想像 也OK 我不知道 因為出來效果真的還不錯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看到是馬甲跟很短的皮褲 會覺得說 不好意思 有點排斥 尤其我老公因為他也是 有聽到我要改造成這樣的風格 他就全程陪同我攝影 對 對 那一開始要穿的時候 還會害怕 對 他現場 對 會覺得他受不了 但是沒想到他看了 他大力稱讚 這一定是大力稱讚的 對 他直接就說 想不到你也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對嘛 我們就是要在生活當中 增添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你看這個 經常改變自己的這種形象 要改變自己 從改變你的內心開始 對不對 讓心裡面的小惡魔 展出來講話 對 對 那個眼神真的不像我平常的眼神 我剛剛那一看 皮鞭帶回家 讓你老公感覺一下子 不一樣的感覺 當然要笑你的厲害 是